直接把紙巾放在上面 就可以把泡泡吸走 這就是剛剛我們可能就有一些 譬如說像蒸蛋湯 它會有一些泡泡 打的時候會有氣泡 烤出來就是像蜂巢那樣 有一些不美麗 不美觀的一些花 這樣子烤出來就會比較光滑吸紙 所以在蛋液的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拿紙巾去把上面的 因為打的一些過程 產生的泡泡把它吸掉 對 有時間的話可以多吸幾次 可以多吸幾次 就可以讓它不會有一些氣泡產生 好 這個蛋液大致上就完成了 以後接下來就是入模的 我們就可以入模 入模以後把它倒進一個 比較方便操作的一個壺裡面 對 兩杯中 兩杯中 所以就有準備我們剛剛有提到 介紹器材的時候的這個耐烤的 布丁杯… 對 像這種耐烤的布丁杯 它是不是就是比較厚一點 對 而且可以重複使用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在倒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技巧 把它放全滿 對 一樣是倒 要倒很滿嗎 很滿 對 因為布丁它不會膨脹 布丁不會膨脹 所以其實倒滿一點 不會擔心它溢出來對不對 對 那像這個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在倒的過程中 它好像又產生一些泡沫 對 我待會兒去教妳怎麼樣讓它不見 喔 所以也是有一些小技巧 可以讓這些泡沫完全不見 對 倒了六個以後 噴槍 噴槍 對 對 我們今天有準備這個噴槍 對 噴槍是在這個步驟就要噴了嗎 對 噴槍 那一般如果家裡沒有噴槍呢 家裡沒有噴槍這個步驟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 好神奇喔 對 噴了一下 上面的泡泡全部都不見了 泡泡就不見了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我自己研究 發現了一個小撇步 因為以前都會有泡泡就不好看 然後我就自己就自己弄一下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泡泡 然後如果你家裡有噴槍 其實五斤好應該要賣得到 要不然也是用挖的 用湯匙把它撈掉 對 刮掉 現在這個畫面上可以看到 每一個其實都是非常的 表面非常的光滑 就沒有一些氣泡產生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 就是要烤了對不對 要用隔水蒸烤 有點像蒸蛋一樣 隔水蒸烤 為什麼要用隔水蒸烤 這樣子才不會那麼的乾 濕濕的滑嫩的感覺 所以就是加 那水呢 這個加在烤盤裡面的水 大概要加多少 差不多加到八分滿 要加到八分滿 就是整個烤盤的八分滿左右 對 那加的水有一定要熱水 還是冷的就可以了 溫水就可以了 溫水加到這裡面 加大約八分滿左右 那烤的時間我們需要預熱嗎 要 要事先預熱 好 烤箱要先事先預熱 到溫度到 預熱的大約要多少度 150度 150度 對 是上火下火都150度嗎 對 150度 所以我們的烤箱需要先預熱 150度上下火 然後烤的方式需要用蒸烤的方式 所以你要在這個烤盤裡面 加一些溫水進去 大約加到整個烤盤的 八分滿左右 然後再放到我們的烤箱裡面烤 烤的時間大概需要多久 40…35到40分鐘 35到40分鐘 對 我們這個水已不蓋過這個 布丁違約者嘛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放入烤箱裡面烤了 好 所以這樣大致上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放到烤箱裡面來烤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呢 上火150度 下火同樣是150度 然後要預熱大約10分鐘左右 應該溫度就可以到了 對 好 那我們就… 那放的時候是要放上層下層有差嗎 下層 下層就可以了 放在下層左右 對 然後烤個剛… 35到40分鐘 35到40分鐘 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時間就把它轉到40分鐘 那在等待的同時呢 我們今天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搭配的飲料要教大家怎麼來製作 我們現在呢其實準備了今天佳穎建議我們呢 我們今天的飲料是用伯爵茶對不對 那伯爵茶跟一般的茶有什麼不一樣 它是混合了柑橘然後提煉成佛索柚精油 對 所以它在喝的時候感覺就好讚 有柑橘 可是感覺有一些水果味道在裡面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如果說你要泡的話就可以用這種 一般市面上就很容易買到的茶包對不對 然後放到杯子裡面 然後就可以今天呢就有一個伯爵茶 就完成了 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呢 瑋瑜還有另外一個 私房喝茶的一些小Payboard要教大家 我們今天呢 另外還準備了紅茶 對 那紅茶的話呢 我們一般啊可能就是都加糖對不對 對 可是其實啊 之前啊我自己發現了一個小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買一般市面上很容易買到的這個 算是泡茶的小器具 對 那它其實就是很方便 就是一般可能你不想買茶包的話 你想要有一些茶葉啊 你就可以用一個這個小的泡茶器 然後呢 把你的茶葉放在你的泡茶器裡面 大約一杯是兩匙的分量 然後把它蓋起來 對 然後其實這樣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茶包 而且呢你還可以重複去使用它 因為茶葉在裡面 而且它其實有一個空間啊 是讓你的這個茶葉 圓片的茶葉可以比較充分的伸展開來 那一樣喔 你就是直接把你的熱水呢 沖到你的這個 便利的這個茶包裡面 然後呢就變成了一個紅茶 可是呢 一般我們紅茶都是加糖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薄荷跟紅茶也滿搭配的 也很搭 對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的 因為其實薄荷醬啊它是有一些 一些比較固體的 然後你就可以稍微的把它架在杯子上 讓它稍微的融化 然後一方面呢等待那個茶 讓它的那個茶葉 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下伸展開來 今天提供給兩種飲料給大家參考 就是可以適合搭配我們今天的這個 手工加糖布丁 對 那其實手工加糖布丁很… 布丁很多種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做的這款布丁 它的特色在哪裡 它是表皮有脆脆的口感 通常都是底部那一層焦糖 對 有一層咖啡色的 對 我們現在把它放在上層 它有兩種口感 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出來的布丁 它底部不會有 不會… 不會有一層咖啡色的焦糖 對…它是上層 上層 上層脆脆的 焦糖布丁的特色是不是就是 它要在快要吃的時候 再用噴槍去烘它 對… 所以我們做好的話 放在冰箱可以放幾天 三天一定要吃完 因為它沒有蛋 有鮮奶油 比較容易壞掉 所以最好是三天以內吃完 會比較好 所以像這種焦糖布丁 我們也是就是要吃之前 再去烤它嗎 對… 那烤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技巧 就把它烤越焦越好 烤越焦越好 對… 那在糖的部分 有沒有選擇哪一種糖 一般用白砂糖就可以了 比較講究一點用二號砂 二號砂 對 黃黃的 就是一般就是媽媽煮綠豆糖 綠豆湯 紅豆湯